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2024多哈游泳世锦赛 在女子100米挖泳决赛中 中国小将唐乾廷以1分05秒27首夺世锦赛贵冠 这个成绩在刷新她个人最好成绩的同时 也刷新了陈锋15年的全国记录 这枚世锦赛女子100米挖泳金牌 中国队已经等待了21年 2003年巴塞罗那世锦赛上 罗雪娟曾在此项目上夺冠 在女子100米挖泳玉赛和半决赛中 状态出色的唐乾廷均排名第一 决赛中唐乾廷位于第四岛 出发后她处于领先位置 前50米游出了30秒25的成绩 面对对手的追赶 唐乾廷顶住压力率先触臂 她1分05秒27的夺冠成绩 也刷新了纪利平于2009年创造的全国记录 走上岸唐乾廷的心情依旧激动 在现场观众的欢呼声中 她喜极而泣 没想到可以游出这么好的成绩 非常惊喜 这一刻对我来说是非常特别的 时刻我非常高兴她如实说 男子四乘以100米自由泳接力那枚金牌 非常振奋人心 我现在也特别有信心和斗志 接下来目标是巴黎奥运会 争取游近1分05秒之内站上领奖台 唐乾廷在夺冠之后认为 实际上正是之前的失利帮助了自己的成长 在去年的福岗游泳世锦赛上 已经具备冲击女子100米挖泳奖牌实力的唐乾廷 表现不佳 甚至为晋级半决赛 但此次再多哈 放平心态的唐乾廷终于完美发挥了自己的实力 目前在女子100米挖泳赛场 亚洲最好的四个成绩也由唐乾廷保持 这一刻对于中国女子挖泳而言 同样意义非凡 21世纪初中国挖后罗雪娟在泳池中屡创佳绩 2003年巴塞罗那世锦赛 19岁的罗雪娟在女子50米挖泳 100米挖泳 4乘以100米混合泳接力中 一举夺得三枚金牌 中国女子挖泳站上世界之巅 随着罗雪娟的退役 中国队在女子挖泳项目上陷入低谷 而此刻同样是在市井赛赛场 接过前辈一波续写历史的人是唐乾廷 今年20岁的唐乾廷 17岁就开始进入国家队集训 展现出不错的潜质 对高水平的游泳运动员来说 破记录夺冠应该是比较常见的场景 这次在多哈的泳池里 唐乾廷向多位前辈致敬 其夺冠的1分05秒27的成绩 打破了纪利平 保持了15年之久的1分05秒32的全国记录 在2022年短持游泳示锦赛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展开激烈厮杀 女子50米挖泳决赛 中国小将唐乾廷以29秒22的成绩 刷新亚洲记录 这是他本次示锦赛 第三次打破亚洲记录 毫无疑问唐乾廷是那次比赛 中国军团的最大惊喜 男子50米挖泳项目 中国队的秦海洋和颜子辈联手出战 最终两人分裂第四和第七 那次短持游泳示锦赛 中国队整体成绩一般 虽然有张雨飞 颜子辈 李宾杰 秦海洋 潘展乐等主力压阵 但其他选手并未在本次比赛中 发挥出应有水平 女子50米蝶泳项目 张雨飞拿到铜牌 帮助中国队拿到本次比赛第一枚奖牌 男子200米挖泳决赛 孤军奋战的秦海洋斩获继军 帮助男队拿下首枚奖牌 与此同时由王谷开来 颜子辈 陈俊儿和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 在男子4×50米混合泳接力项目上游出1分33秒17的成绩 成功刷新全国记录 进入第六个比赛日 中国挖泳新星唐潜庭一军突起 她在女子50米挖泳项目表现神勇 预赛和半决赛中 唐潜庭便相继打破亚洲记录 决赛中唐潜庭位于第六岛出发 从比赛来看 唐潜庭在第一个25米全力冲刺 排名第二道边 转身之后 唐潜庭似乎有些后劲不足 逐渐被对手赶超 最终立陶宛选手梅鲁蒂特夺冠 唐潜庭排名第四 虽然遗憾无缘领奖台 但唐潜庭仍旧以29秒22的成绩 第三次打破亚洲记录 让国际泳联震惊不已 距离巴黎奥运会还有不到两年时间 唐潜庭已经把目标定在了冲击奥运奖牌上 2004年雅典奥运会 罗雪涓曾帮助中国队 拿下奥运会游泳首枚 女子100米挖泳项目金牌 男子50米挖泳决赛 中国队的秦海洋和颜子辈联手出战 最终 秦海洋在最后时刻 被意大利队人马丁嫩吉 切拉索罗追上锦位列第四 颜子辈排名第七 很多网友无奈表示 中国队陷入了第四名魔咒 几个决赛项目全部拿到电军 世锦赛开赛前 中国队的目标就是要争取在单项中拿到金牌 由于奥运冠军张雨飞身体出现伤病 这直接导致她与女子100米蝶泳 和200米蝶泳金牌擦肩而过 但是挖泳天才少女三破记录 仍然令教练狂喜 时间再来到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 杭州亚运会游泳比赛开赛首日 预赛中就有新的亚洲记录诞生 这是本届亚运会上诞生的第一个亚洲记录 在女子50米挖泳育赛中 19岁的上海姑娘唐潜亭游出了29秒92的成绩 一举打破了她在7月底福岡市井赛上 创造的该项目30秒08的亚洲记录 这也是亚洲选手第一次在该项目上 打开30秒大关 在这个项目上唐潜亭在亚洲已是一支独秀 两年前的陕西全运会上 17岁的唐潜亭在女子100米和200米两个项目上 都输给了比她年长5岁的北京选手于静瑶 但当时亦可看出 这个上海女孩在挖泳项目上的巨大潜力 当年年底 唐潜亭转战阿联酋短持世锦赛 在100米挖泳半决赛和决赛中 两次打破亚洲记录 并以1分03秒47的成绩击败诸多高手 为中国游泳队拿下了一枚宝贵的金牌 转年之后的布达佩斯世锦赛 唐潜亭在女子50米挖泳项目上游进决赛 今年的福岗世锦赛 她再次闯入决赛 并且还创造了30秒08的新亚洲记录 身高超过1米80的唐潜亭身体素质出众 5岁就开始在上海常宁区游泳学校学习游泳 这得益于妈妈唐瑞玉的教育理念 游泳是孩子成长的必修课 可无心插柳柳成音 才学了一个星期 唐潜亭就对爸妈说 我喜欢在水里的感觉 爱上游泳的唐潜亭走上了这条体育之路 唐潜亭16岁入选国家队 几个挖泳项目上 几乎在国内没有对手 仅有于静瑶在100、200米两个距离上 可以与她竞争 17岁的唐潜亭也入选了 东京奥运会的中国代表队 虽然100米挖泳未能进入决赛 但她和彭旭伟、张宇飞、杨俊轩组成的接力队 获得了女子4乘以100米混合泳接力第4名 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2021年底 唐潜亭终于称霸短持世锦赛 女子100米挖泳成为了世界冠军 如今 唐潜亭打破女子50米挖泳的亚洲记录 并且游近30秒 这是晋升为世界顶级选手的标志 而此次的多哈世锦赛 19岁的唐潜亭终于在巴黎奥运年迎来了全面爆发 在女子100米挖泳决赛中 唐潜亭以1分05秒27的成绩夺冠 这是中国选手时隔21年之后再次拿到该项目冠军 本届多哈世锦赛 中国游泳队以锻炼新人为主 只派出李斌杰一位奥运冠军压阵 但年轻选手们获得了更多机会 从秦海洋 张雨飞到唐潜亭 再到更年轻的小将 中国游泳新一代的形象 越来越鲜活地展现在大众面前 除了泳池中的霸气 他们努力学习英文 在采访中落落大方 他们拍摄生活小视频 展示出自己积极向上的一面 他们还分享各种身体训练 教大家健康运动 唐潜亭的世锦赛 个人手没金牌 绝不是终点 他和中国游泳新一代健儿 未来可期